廣州119指揮中心接到的涉水警情激增 從昨晚8點到今天下午5點 全市消防救援隊伍處置抗洪搶險警情274宗 營救疏散被困群眾347人 楊家良報導 早上潘元區市橋城區的部分道路和內街嚴重水浸 車輛無法通行 消防員不斷接到警情 需要轉移一些行動不便的群眾 不少是老人家 消防員唐進浩帶著一隊隊員 招組一個任務接著一個 又要趕去宜東社區 軟移一名70多歲的老人家 消防車走過淺水的一段路 接著消防員就要徒步走過水深的路段 才可以去到被困群眾的家 足足走了10分鐘 被困的老人家74歲 不能自己走要坐輪椅 消防員把老人家和輪椅抬出門口 然後一步步地把老人家推過水深的路段 又消防員負責擔遮 又消防員幫忙拿老人家的其他物品 在轉移老人家的過程當中一路都仍是落著雨 有些地方的積水亦都比較深 消防員每行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特別要看實老人家的情況 應該是 我們單位接到的 第98還是99個 行動不便的 躺直接躺在床上的那種 我們就要用單架把它轉運 然後再移交給他的家屬 就揹著他 揹著他也有 抬著也有 從昨天晚上12點開始接警 到現在還沒回到單位 沒有睡過 沒有睡過 8號0點到9點 潘如區消防救援帶隊 疏散轉移被困群眾200多人 消防員連夜作戰 水最深的地方幾乎去到胸口 消防員借助橡皮艇、擔架等工具 用多種辦法將群眾轉移出來 遇到車輛有險程 消防員亦出手相助 早上由於積水一路都未退去 特別在一些入村的地方 水位還比較高 導致居民無法進出 幸好大部分人都已經轉移了出來 在黃埔、增城等地 消防員亦處置多喜涉水景情 在黃埔區的魚豬新街 一棟樓裏面有7個人被困 多數是老人家 消防員用橡皮艇 將被困人員轉移到安全區域 在增城區新唐鎮民營西路水深達1米2 消防員救出9名被困群眾 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 已經ierungs development 再帶去馬鈴 不可能 警官員 贊水